没有白宫公布了总额7.26兆美元的 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 而当中包含了军援台湾的部分 没有国务院在预算当中 请求编列1亿美元 大约是31亿多台币 协助增强台湾安全 不只额度比起2023年更多 也包含了透过外国军事融资 提供台湾军援的方案 以加强台湾的贺阻力 美国的副国务卿 维码就指出了 这是年度预算案的首次单独列出台湾 展现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但是他没有透露这笔预算 具体将如何使用 你好 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